港大鬼城翻倍掌 从化区买对时机转翻 新北市两大从化区领口新市镇 北大特区 生活圈开发成熟 说是台北的卫星城镇也不为过 当初刚开始斗争 是大量新屋去化太慢 还惹来鬼城封号呢 谁能料到十年合动 十年合悉啊 现在两区房价飙涨 单价已来到四五十万 你卡到位了吗 先来说说领口新市镇 领口新市镇分为前后两块区域 A9站至仁爱入二段为前段 其中有已积节A9站到三井outlet 房价最高 捷运贡购宅贯德顶结 一推出上看五字头 目前新案主推中小平数 成交价落在每平32至42万元 预售案新联新全配宅 规划ABE双洞建筑大楼 房型26至51瓶 二到三加一房产品共312户 含14户店面 含装潢家具及测位平均 每瓶48万元 和A9站仅一路之隔的 蓝柜房规划18至22瓶 一加一房割居 主打结合装潢 带租带馆的饭店宅 同样每瓶48万元 吸引投资型买方入手 而仁爱入二段后段 价格直接砍败 每瓶20至30万元 价差相当明显 林口新市镇生活交通机能完善 又有购物商场 影城 房价已经飙涨 集结A7站离台北市较近 房价更亲民 也有不少购物族退居 A7买房 北大特区 开发较早且完整的北大特区 西围三峡东属树林 连外有树林三银交流道 现在捷运环状线三银线 加速赶工下 房价已经蠢动 去年起推出的新案 已经来到四字头 预售案九年新田 规划37至49坪 三房产品 两斗建筑共45户 每瓶要价40至43万元 临近桃子角中小学的荣源 规划25至57坪 格局2至4房 每瓶38至40万元 三峡现在目前的客室 大概去客山一半外来 客室站的大概一半左右 那因为三峡北大特区 目前开发已经成熟了 所以现在处理很少 推荐量都不多 那如果以价格的反应来看 因为那边的厂桌的风气 是比较淡的 所以价格反应比较尺度 跟高空气相比 价格修正在一层左右 目前房价是比较稳定 而且缓步的反弹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 两大重化区 虽然房价为不下修 但相较开发初期 简直赚翻 宁口中古屋台北利都 安敦新世界等 27年前每瓶制的12万多 今年飙到27至28万元 北大特区学情路上的建案 2002至2004年间 每瓶仅13万元 现在飙破两倍 开发初期的重化区 学区建制尚未完整 专家也建议 我家里有旧学的需求 向海市有旧学的需求 并不建议在开发初期 去买重化区的方式 苹果的新闻 都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它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